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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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后 西施不愿去 若一定要送西施去吴国 西施宁愿意死 来人 背车 诺 西施姑娘 你快去收拾东西 离开月光 大王 大王不好了 何时惊慌 大王 据报西施坐着王后的车年 已经逃出了城门 西施坐着王后的车年 是的 胆大抱天 吴国的公孙雄是否到了 到了 文仲大人正陪着靖善侍奉 嬴大王 军师带到 把他带进来 兵大王 兵大王 拴大王 喏 大王 范大人 现在西施前往何处啊 范丽江西施送离了越谷 你不觉得你胆子太大了吗 臣犯了大逆之罪 请大王致罪 那呀 将范大人披加代索押往大牢 请慢 越王 仅仅一个范丽 恐怕不能将他送出城吧 公孙将军 范丽乃越国的军师 想送一个人出城 还不是易如反账 没那么简单吧 难道没有共谋 断无共谋 我的手下亲眼看见 昨夜有车架从宫里出来 岳王 西施是乘着王后的车走的 你知不知道 寡人当然知道 不然的话 怎么会把他们招到这儿来 大王 此事乃犯离一人所为 与王后无关的 住口 是臣妾所为 王后 王后 大王 是臣妾放西施走的 与范大人无关 跪下 来 请大王降罪处罚 降罪处罚 说得好轻松啊 其实 是尚王要的人 你们不是不知道 你们竟敢违抗尚王的旨意 你们该当何罪 把王后押往宫中 堪押起来 没有寡人的旨意 不得出宫 谁也不许见她 诺 下来什么 还有你 范大人 虽说 你是寡人的军师 但是 寡人 要遵从尚王的旨意 你不得不把你押往大牢 把范大 清往大牢 好 公孙雄将军 不知道寡人这么处置 是否得当啊 那要看西施 是否找得回来 那是当然 寡人早就派人 去追赶西施 定将西施追回来 献给尚王 看起来 从今以后 你们可以离开这里了 诺 áis 羊羽 大王 不要动 寡人来看望了 臣妾有罪正在反省 无言面对大王 大王国事要紧 怎么会 怎么会来到这儿 对吧 你猜猜 寡人为何要到这儿来啊 嗯 臣妾不知 寡人 是向你认错来了 不 大王 大王何错之有啊 都是臣妾的错 你何错之有啊 寡人最近一直在想啊 寡人在想这些臣子们 为何他们越是忠心耿耿寡人 却要伤害他们 想不明白 是不是寡人假借国事 像他们所要的太多了呢 臣妾知道大王很难 但是做臣子的 也很难啊 大王对臣妾不要有丝毫的歉疚 但是臣妾 堪请大王对臣子们更体恤 更宽容一些 臣子们甘心为国家牺牲 都是为了大王啊 这也正是大王以心唤心 以德报德的结果 以德报德的结果 压瑜啊 你是不是想替范梨说情啊 今日 范梨即便是有万种不失 也请大王看在往日的情分上 不要处罚他了 你们哪 真是糊涂啊 作为范梨来讲 她的处境放走西施 是何罪之友啊 你作为一个女人 身为皇后 放走西施 何罪之友啊 可是 你们不明白 夫差向寡人要西施 到底是居心何在 臣妾不知 她哪是为了一个女人哪 她想利用这件事 挑拨我们君臣之间的关系 让我和范梨 反目为仇 如果 你们这样做 她的目的 几乎可以达到 大王 大王的苦衷 臣妾应该是最明白的 可是 是臣妾于路一味地任性 几乎酿成大祸 臣妾应该受罚 不 不 亚裕 在寡人的眼里 对 臣妾 遵旨 臣妾 坐吧 西施 让王后为难了 你愿大王吗 西施不愿大王 西施 恨吴王 我本来是想千方百计的避免 可还是逃不掉 可惜正淡呢 白白做了牺牲 正淡 是 你也许认识她 就是你们邻村的一个女孩 我认识她 上次吴王来索要你 我自作主张将她送去 希望能够顶替你 就是在这儿 她苦苦恳求我 我劝说了她很久 最终 还是寒泪前往 至今 我一想起这件事 心里还隐隐作痛 西施不懂 西施只是一个小女子 被和乾坤大的重担 会压在西施 一天 当吴国的顾苏台 被我经攻克的时候 当越国的战旗 在吴国的城墙上 烈烈飘扬的时候 当越国人 能够真正开心欢笑的时候 我想我的使命就不 西施 我要走了 去哪儿 息事决定去吴国 大王威胁你了 先生无须多问 是你自愿的 息事再也不能侍奉先生 请先生擅自尊重 勿以息事为念 吴旨大辱 岩能接受 岩能接受 吴旨大达 吴旨大达 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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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施这就上路了 王后 王后 还请您多珍重 西施姑娘 你也多保重 一路小心啊 啊 随便坐吧 范莉 你是不是不想见到寡人呢 大王的事情很多 最不该做的就是来宽慰范莉 即使来了 不但减轻不了范莉的痛苦 反而增添了许多不安 所以 还是让范莉自生自灭吧 寡人可不是为了劝慰你才来的 可以告诉你 西施已经走了 寡人现在你心中都明白 你为何跟寡人装糊涂呢 吾王的心思 范莉怎么会不明白 只可惜 范莉空有一腔治国方烈 却忍受不了这匹夫之处 是寡人不好 是寡人不好 寡人送走西施 你肯定是记恨不宜 如果你因为此事而出走寡人 不能阻拦你 你是一个有才华有掏掠的人 在这乱世之间 你本来可以一展凶才 但是是寡人耽搁了你 甚至让你陪着寡人去吴国为奴受辱 寡人 欠 你还记得我们经常哼唱的那首曲子 你还记得我们经常哼唱的那首曲子 七月六花八月 八月路荒满亭州 九月树霜 十月蟋蟀路过窗 万物兮兮 百举荒鸟 很多之水 以千载远 和冰湾非乡 月佛月佛 着日过 逝律啊 吵醒 南丝导四 魂归何妨 何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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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夫人入宫 我不是夫人 那请娘娘入宫 我更不是娘娘 请 西施姐姐 正大 西施姐姐 西施姐姐 你来了 我 我是不是可以回家了呀 巫王带你如何 刚来的时候见过 他说我不是太阳的那个人就走了 再也没见过第二次 不过你来了就好了 我可想回家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 启禀大王 月女西施送到 好 领寡人去看 诺 传寡人旨意 送两位美人衣锦珠宝 并告诉他们 今晚寡人设宴 与两位美人共饮 诺 我无过的这件膳食和美酒 还喝美人的胃口吧 不劳大王费心 你们有什么想要的 尽管提出来 寡人一定会满足你们的 什么都可以吗 寡人一言计出 如快马加鞭 绝不反悔 大王 西施请求回月 你看上去 很不高兴啊 大王何必在乎我 高兴不高兴 只要大王高兴即可 看来 你真是为月国献身而来的 起来吧 你要是假意矜持 故作故傲 寡人可不吃这一套啊 其实不会取一头好 讨大王欢心 不是不情愿 是不会 也不懂 你们堂堂的月国 都是被本王所灭 你们高高在上的月王 也臣服于寡人 难道 你小小的女子 不屈服于寡人吗 小小的女子 就站在这儿 要西施 屈服于大王 对大王而言 不需屈指之功 但要一西施之心 恐有些不易 寡人喜欢的就是这样的不易 寡人要身与心的屈服 男人是如此 女人也是如此 大丈夫胸怀于泰山之至 还何惧一切 西施早已心有所属 人在异乡 心却在故土 身心不在一处 纵是有泰山压顶 何来身心屈服 好一个泰山压顶 身心不服 不过寡人要劝你 不要把话说得太死 更不要说得太绝了 一切咱们今后见分晓 好 今夜嘛 寡人要先征服你 下去吧 来啊 在 把正担给寡人领来 诺 谢谢大王 我们去吧 akan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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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